市面上常見的酸類 但它也就是所謂的果酸類跟像水洋酸類 我們也稱為就是α酸類跟β酸類 α氫基酸類的部分來說 我們果酸的泛酸其實它是一個大系列 我們常常說果酸其實指的是甘醇酸 如果說果酸的系列其實包含了很多 比如說像乳酸、蘋果酸、杏仁酸、檸檬酸等之類的 都是從果物萃取出來之後形成的一個酸類的東西 泛酸果酸 另外一個系列不同的就是Beta氫基酸 Beta氫基酸主要是像水洋酸之類類型的東西 它跟果酸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市面上常見主要是這兩大酸類的部分 果酸的部分來說 如果你今天到一些藥妝店去講 他們可能就是單純拿甘醇酸給你看 事實上我們知道杏仁酸那些其實也算是果酸類的 只是你講果酸人家不會給你杏仁酸的東西 所以坊間杏仁酸我們會把它獨立出來講杏仁酸 果酸會單純來講像是甘醇酸之類的東西 那果酸的部分來說它都有分成清水性跟輕質性 所以在皮膚上使用起來 還有它的酸鹼度不一樣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